好 我們剛剛講了 不管說是徵招領表 領表徵招到底是什麼 我們其實很想知道的就是2020 韓國瑜這個最強的 有沒有可能出現 韓國瑜今天也被問到這個問題了 來聽他怎麼說 這個事情我剛才在新聞上看到了 但是現在此時此刻 我正在前線不停的充斥訂單 不停的交朋友的時候 我想這個時候 台北中央黨部有什麼想法 目前為止我都沒有心思 去仔細的思考 現在趕快把這一趟來行的 主要的目的 把這個任務達成 才是我最主要的 盡可能賣東西 盡可能交朋友 盡可能行銷高雄 這是我主要的目的 這個聽到韓國瑜 講的話還是一樣 目前為止 我都還是沒有心思在這些上面 我還是在拚訂單 我們要請到任俊哥 他現在當然是 目前在出訪在拚訂單 忙完之後呢 忙完之後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覺得當然很多喜歡韓國瑜的人 對他有很多的期待 包含到有一些高雄的民眾 在他的後援會裡面都會講說 他們願意把韓國瑜捐出來 他所做的事情只要對台灣有幫助 為什麼要讓他局限在這 所以我覺得當然韓國瑜的整個的現象 打破了過去大家對於傳統政治人物 在政治生涯上面規劃的那些時程 看起來如果多數的民眾並不認為說 你一定要什麼任期做好做滿或怎樣 再往上挑戰大會有什麼不能 可是這個雖然是一般民眾的期待 可是對政黨來講 政黨可能不是只有在看到期待的問題 因為他會有很多人 如果他也對這個 他的政治生命有所規劃的話 他勢必會希望能夠有一些 遊戲規則可以遵循 而且是依照黨內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覺得當然國民黨現在 會被大家所討論就是說比如說 要不要徵召他領表的這件事情 其實也引起了不同的討論 有人認為說你徵召就徵召 徵召他領表 900萬是誰幫他出武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徵召領表進來玩的話 對於韓國瑜來講 自己本身來說 他是不是樂意走這一招 因為你知道領表的意思是 你要進入到黨內初選的階段 每一個政黨都一樣 就是說你要進入到初選的階段 其實難免就是互相捉對 廝殺 除非是你在遊戲規則 還沒有確定之前 大家就已經先協調完 否則如果你進入到登記的階段之後 你再簡單 外界過去在面對這種之後 都用四個字叫做手贏阿燈 我覺得這個對於 如果被因為這樣子 而進去做轉換的人來說 其實不公平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國民黨的朋友 他一直很努力的希望就是說 這時候你的黨中央 應該要承擔起這個責任 我還是一貫的講法 就是說現在黨主席叫吳敦義 他當時在當選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曾經對著很多的攝影機 告訴大家講說 他希望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 現在對於一些國民黨支持者來講 他認為現在最少在這一刻 是國民黨要重返執政 很有機會的一次 可能跟這個拿到 就是重返執政這件事情 可能就像你上面寫的說 只差最後一步 我現在講是國民黨 很多人認為是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是不是要找出 一個最強的人選 這個才是回到了這個問題的本身 對目前現在很多支持韓國瑜的人來講 其實他心裡面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我支持韓國瑜 不代表支持你國民黨 所以這一些國民黨人的焦慮 來自於是說OK 我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雖然大家認為國民黨 有機會可以進行執政 但最後人選裡面 如果不是韓國瑜的話 這一些支持者願不願意把 同樣把這個支持的力量 拿去支持國民黨的人 我覺得這有時候討論這個議題 可能對國民黨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不是很有禮貌 因為國民黨有沒有因此而獲得 多數人民的信賴講說 OK 我今天不管是不是韓國瑜 我都願意把票投給你 如果今天這個前提是成立的話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是不是韓國瑜 但麻煩的是 就是你如果看多數人 可能認為說我寧可給韓國瑜 但我不見得當韓國瑜沒有的時候 我願意把票投給你國民黨 所以對於一些國民黨的人 他其實會焦慮 也就是說韓國瑜既然是 他就是國民黨裡面體制的人 因為今天如果韓國瑜是一個 國民黨外的人那你就算了你知道嗎 你就是頂多希望他加入或什麼 可是不是 因為韓國瑜是在國民黨體制內的人 所以當國民黨現在在走這個 他要推出一個總統參選人的時候 黨中央他的承擔 其實不是只有承擔說我要完全 我要能夠執政 那個承擔來自於是 我怎麼樣讓國民黨可以勝選 我覺得黨跟人這時候 是不能夠切開的 但是在某些前提的時候 你看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是把人跟黨給切開 也就是他對於韓國瑜的喜好 跟國民黨的喜好 他不劃上於正向的 這個相同的一個等號 所以我覺得對於現在吳敦義來講 他其實大家一直在看的就是說 OK 民進黨或許過去 成績大家覺得他不好 確定他怎樣 可是民進黨現在就告訴你說 他的態勢很明顯 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的話 4月大概17號 他就會決定了他的人選 然後之後就公佈 所以民進黨看起來會趨於團結 他在這一段時間 雖然賴清德宣布參選的時候 民進黨感覺上陷入一團混亂 就是說有人出來 就是趕快先表態力挺蔡英文這樣 可是你馬上發現到 民進黨黨主席卓龍泰做了一件事 別再表態了 這別再表態的意思是什麼 你因為一大堆人已經出來表態支持蔡英文了 你從媒體的效果跟他這個聲量上面 你會發現公開表態挺的 只到這一段為止了 沒有在公開表態要挺誰挺誰 這個聲量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他逐漸的 他很快的就會進入到整合期 國民黨現在對這個狀態來講 我不要講說指導韓國瑜 就是說這幾個人選裡面 你到底要怎麼樣把你的遊戲規則 像目前為止 那個旗程都還沒有出現 你馬上立委登記的 在座也有人要挑戰立委的 其實都登記了 他們也很希望要有一個夠強的人 能夠帶領他們的 因為講實話 選戰沒有多久了 對於真的跑選戰的人來講 那十九歲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嗎 你當然希望趕快定於一尊 讓大家有一個依循的方向 這才是你會看到這些所謂的基層 或者是看到民進黨 對不起 國民黨裡面這些 要挑戰立委的人 他當然希望要有一個整體的作戰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們現在看到的 大家看到民進黨的混亂是來自於哪裡 他的行政跟立法沒有同調 所以當他行政永遠自己做自己的 立法自己搞自己的時候 你看多少次 從民黨2016年執政到現在為止 多少次在法案的推動當中 多少次在他行政跟立法 兩個互相對抗的當中 其實犧牲的是民眾的權利 我個人不是國民黨 我不是民進黨 我倒認為就是說 國民黨如果或民進黨 就是我們建議就是說 這些政黨 他其實應該打一個整體的選戰 就當你一個參選人出現的時候 就是你的總統參選人出現的時候 你的立法的部門 你今天要角逐立法的部門 你一定希望就是說 我怎麼樣跟行政部門做一個好的配合 不要去犯民進黨當時的那個錯誤 所以怎麼樣趕快把這個人選決定出來 找到一個最好的人選 最強的人選 其實我覺得 這是國民黨現在必須要趕快去思考的 也就是說你不要再說什麼 我還可以再等 你等到什麼時候 多少人在那裡害怕了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從這件事情來看 因為今天其實最熱門的是韓國瑜 到了澳門去到香港去 陸委會在四點半的時候發了一個新聞稿 這個新聞稿內容是針對就是說 韓國瑜去見了跟中聯辦的人見面 有一大堆人就很緊張說要幹嘛 我提一下陸委會的新聞稿 因為這是剛剛最新發出來了 他就講到說按照現行的港澳相關法令 對於縣市首長在港澳跟中國官員接觸 並沒有禁止的規定 所以很多人講說不行 要幹嘛 我告訴你陸委會已經告訴你 沒事 沒有 因為見面又怎麼樣 就是說他只能希望什麼 但應該有但書對不對 沒有 他只有說什麼你知道 他說這是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行為 所以應該公開透明 還要重視社會觀感跟國際視聽 如果涉及公權力的協商 甚至簽署協議 系數中央政委等於是都沒有講 因為他根本也沒告訴你 他說他有簽什麼 又一次廢話就對了 不要講人家廢話 人家是很努力的找到一些條文 我就講就是說 現在大家在整體看的是 國民黨裡面的人有沒有人 你今天要挑戰大位都OK 但你有沒有辦法 能夠那麼高度的吸引到目光 這個目光不是只有媒體的目光而已 不是只有在鏡頭前面 或網路聲量上面 是你能不能有效的凝聚 這些所謂的喜好者 他願意轉為支持者 對不起 我用詞比較精準 我說這些喜好者 他願不願意化為支持者的原因 你知道我們就知道說 孟凱有知名度 但是要選舉 對不起知名度之外 要化成指名度 沒有指名度都假的 最後還要支持度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 你可以看得到目前 對韓國瑜所累積的聲量來說 有一些的聲量 其實他並不等於相等的時候 國民黨現在你有多少時間 可以去搞這個 這個說我跟你慢慢拖 以拖待變 其實我認為對於基層來講 對於長期觀察這個政治選舉來說 國民黨在這一次裡面 能夠把整件事情搞到這麼複雜 拖到這麼長 甚至弄到什麼徵招領表 什麼那種方式 我老實講也是前所未見 心裡可能他們真的也是很糾結 想說到底能不能夠解套 要問問惠林議員 就是在這樣徵招領表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能夠讓他被動的進入 或者是是不是真的能夠 然後就解決了泛濫或是韓粉們的焦慮感 我在這邊跟大家自首一下 我想最早在媒體上提出來 要用徵招參加初選的人是我 我們吳主席可能跟黨內的一些 重要幹部可能在電視上 有看到這樣子的呼籲 最後也採納 我當初提出的原由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你有兩個方法讓韓國瑜出來 因為他現在是民調最高的人 我這樣講可能會得罪黨內其他的 要參選的同志 但是我必須講 如果你直接徵招他 那麼另外兩位 已經表態說要參選的人 他一定會不平的 就好像當初新竹對不對 國民黨九合一大選裡面 唯一徵招的縣市就是新竹 可是林維舟會服氣嗎 當然是不服氣 所以因為我已經表態了 然後你又用徵招 你就是把我看成什麼 你沒有把我看在眼裡面 所以這樣子的方法 一定會造成黨內的分裂 如果說我是徵招他來參加初選 900萬怎麼算很多 我上次在電視上呼籲 我說支持韓國瑜的人 一個人劃播 每個人劃播100塊 每個人劃播100塊 只要多少 只要10萬個人 只要10萬個人劃播給國民黨說 我這100塊是要來支持韓國瑜 參加國民黨初選的作業費 可不可以 可以 有人又罵我 說幹嘛 我們是支持韓國瑜 不支持你國民黨 你想要用這個方法 來拐我們的錢 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為什麼打電話 或者是光連署 跟這100塊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我今天真的 是我用這100塊來表達 我支持韓國瑜的決心跟誠意 這100塊大家是不是拿不出來 我相信不是的 因為他只是一個便當錢而已 如果真的有10萬人號召 要韓國瑜出來參加初選 韓國瑜可以忽視這樣的聲音嗎 我必須講 這個皮之不純 毛薑煙覆 沒有錯 他剛剛當選了高雄市長 剛剛當選了高雄市長 照理說應該要做好做滿才對 可是如果今天整個台灣 都被繼續在民進黨的執政下 被弄爛了 難道高雄市能夠獨自絢爛嗎 高雄能夠獨自發光嗎 我們現在就是 以整個大環境來講 我跟大家坦白講 韓國瑜做三家民調的支持度 也就是加入賴清德的民調 韓國瑜37 這數字很高嗎 這個數字要給國民黨 一個很大的警惕 今天國民黨輸的成分非常大 大家不要再爭來奪去了 即便是韓國瑜出來 韓國瑜也知道民進黨就是妖怪 你砍掉他手 他手明天就長出來 你砍掉他腳明天就長出來 就以這一次賴清德跟蔡英文爭端好了 我們看看當年是怎麼爭的 當年的蘇貞昌跟謝長廷是怎麼爭的 2007年刀刀劍骨 都往人家最痛的地方扎 比如說蘇貞昌就說謝長廷什麼 這個轉移焦點也沒有辦法 迴避你涉案的事實 什麼案 高潔案 就是直接擺明了就說你涉案 然後等待一個熱帶氣旋上來 結果有沒有等 沒有等 2008年為了勝選 勝選就是王道 勝選就是民進黨的最高指導原則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要顧及同志團結的情感 所以我提了一個說 徵招參加初選 大家用同樣的方式 七三柄 三成黨員 七成民調 我們用一個公平的機制出來以後 當然這個徵招 這個用什麼叫做徵招參加初選 一個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最後還是要韓國瑜拍板 也就是說今天我 即便有這麼多人呼籲你出來 你也看到 這個大家都希望你出來的 但是最後要在那個上面 簽名的人叫做韓國瑜 所以如果韓國瑜不簽名 這個徵招初選還是會失敗的 但是我還是希望 我還是希望韓市長 你能夠體察民情 我坦白講 我為什麼 就是說其實我不是對 其他優秀的同志有意見 我也不是想得罪什麼人 可是今天韓國瑜是真的有 號召中間選民出來的動能 這一點就很重要 你知道當他的太太叫他去洗衣服 冷清一下的時候 這講起來是一個很溫馨的玩笑話 就是說我叫他去冷清冷清 可是從這一點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韓國瑜是深蹲過的人 他不是一直在台面上 他並不是像有些政治人物 始終是一帆風順 始終沒有遭到挫敗 我看過兩個人 這兩個人都在國民黨的初選名單裡面 一個叫周錫瑋 一個叫做韓國瑜 周錫瑋也是那個時候 台北縣長選完以後 協調以後 然後這個黨內給他看民調 最後換成朱立倫 所以當這個周錫瑋 陪著我去敗票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很感人的動作 他到了菜市場 他看到那個豬肉飯 不是掛了一條一條豬肉嗎 他個子很高你知道嗎 他跟老闆握手怎麼辦 蹲下來握手 這一點就是整個國民黨 該學習的精神 今天你唯有接地氣了 你才能成天命 就是說今天不是說 我們特別喜歡誰 或特別不喜歡誰 為什麼韓國瑜這麼受人歡迎 我跟大家講 很簡單 兩件事 第一個 他不悠纏未激 對不起 國民黨以前的領導人就怎麼樣 很怕人家講 人家一講了以後 重大的政策拍板 他也可以轉風向了 如果是這樣子一個悠纏未激 沒有魄力的人 代表國民黨出來參選 縱使選上了又如何呢 還不是等於民進黨 繼續在執政嗎 因為人家只要一來跟你絕食 你又投降了 對不對 人家只要一抗議怎麼樣 你又害怕了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蹲下來 就是身段非常柔軟 因為他是遭遇過挫折的人 所以他能接地氣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再執著了 今天如果你贏了初選 就算韓國瑜沒有來領表 贏了初選 但輸了大選 這個我必須講2020年 是國民黨關鍵的一戰 國民黨跟中華民國 關鍵的最後一戰 這個不是我恐嚇大家 因為這一戰如果國民黨再輸掉 由白色 這個深綠偽裝成白色的 柯文哲贏戰 贏了這個總統大選 或者是由賴清德 或者是蔡英文繼續贏下去 中華民國沒有了 對不起 我們未來面臨的不是一國兩制 也不是台獨的問題 台獨跟一國兩制是假議題 一國一制跟一國兩制 才是真議題 為什麼 因為你的台獨必然引發戰爭 最後造成的結果 就是一國一制 好 剛剛慧琳姐有特別提到 我說這個徵招的方式 當然很多種 但是其實這也感覺得出來 韓粉們普遍的那個焦慮感 但是為什麼韓粉們會焦慮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韓國瑜真的就是一個人才 你制度解決了 錢解決了 但是人到底自己答不答應 這不知道 但是他講出了那個 台灣安全 人民有權 據說現在其實在海外 也滿多人聽到這句話 我們來聯繫一下 我們現在人就在澳門訪問的 這個主播王宥正 來聽聽他怎麼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富力彈簧的背景 很難得跟韓市長出訪 能夠到這麼漂亮的地方 這裡是銀河集團的 這個算是娛樂城 這裡叫娛樂城 他們當然之前韓市長 在競選的時候提到 他希望能夠把 期經發展成免稅區 就被大家指責說 他要把期經變成賭場 不過這一趟到澳門來 韓市長還真的到澳門 所謂的娛樂城來參觀 而且了解他們成功的經驗 但未來也希望有一天 能夠在高雄 在民意許可的情況之下 來實現 不過剛剛更重要的是 市長面對我們記者的提問 問到說 是不是曾經說過 這個要當領導人的話 必須要做到八個字 就是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韓市長的回答 讓人非常有想像空間 馬上來聽一下 有說過這個 只要台灣安全 台灣人就會有錢嗎 台灣最重要的八個字 我看選總統沒有一個 講得清楚 講得樂樂等 這個老太太的國腳步 又臭又長 就八個字就講完了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這就是台灣人要追求的 還有什麼 好 謝謝 韓市長一開始告訴你的 叫做要選總統的人 沒有一個能夠把話講得清楚 其實台灣人民要的很簡單 也就是台灣要安全 國家要有錢 他甚至也直言說 大部分要選總統的人 都說得又臭又長 像阿婆的國腳不一樣 完全沒有重點 他認為這八個字 或者要說十個字 就能夠清楚的彰顯出一個台灣領導人 應該有的任務 還有肩膀上應該肩負的重任 以上是我們在澳門為你掌握 韓國瑜市長出訪 澳門的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盡頭交給彭內 剛才說那個接地氣 真的你說這八個字 沒有人聽不懂吧 這個很簡單的 對 他就覺得說 幹嘛講那麼多 講那麼多 大家都聽不懂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所以就有人說 有沒有可能 像這麼能夠了解民意接地氣的人 來當台灣的總統 就開始有這麼一件事情了 說明年1月11總統大選是什麼 1月11日會有一人成王 而且這人還是韓國瑜怎麼測的 現場就有個測字老師是不是 沒有 其實不是我測 這不是我測 這是網友測的 大家來看瑜這個字 我們把它寫出來的話 你說瑜旁邊不是一個王字嗎 然後上面一個看起來像人字一樣 然後中間是一個一字 然後在旁邊是一個月字 然後再一個刀布 這代表什麼意思 王就是王者的王 上面就是人 下面一個一 1月那個刀 有人說它看起來像十一 剛好明年就是1月11號要選出來 1月11號有一人要成王 這個難道就是韓國瑜 命中帶了這個字嗎 我們這邊電視牆比較大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剛剛兵哥說的 這邊王 魚這個字 這邊是王 所以就是成王 然後上面你說是有一個人 1月11號 會成王 剛好合起來是一個魚字 對 但是我批評說 因為你把刀布直接拼成十一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堅強 但是我也批評說大家 其他候選也不要悲觀 因為1月11號那天一定有一個人成王 不知道是誰 所以基本上這個猜字本身也沒有錯 因為他講的是一個註定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剛剛嘉芬姐她就是講說 要韓總去洗衣服這個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 我的感覺跟大家好像有點不一樣 我剛剛一聽她這樣講之後 你知道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韓國瑜已經在考慮參選 不然的話嘉芬姐不會這樣回答 不然就不會叫她去洗衣服了是不是 對 因為表示 我覺得至少嘉芬姐已經知道 韓國瑜已經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這樣 第二個感覺就是 我們都知道 之前韓國瑜要出來選高校市長的時候 一開始嘉芬姐是不贊成的 後來是因為 就讓她60歲的人生最後一次任性 結果她後來同意 這是她女兒跟她講的 這一次我覺得嘉芬姐的回答 給我第二個感覺就是 她其實不是那麼的贊成 因為畢竟才剛剛經歷過一場 真的非常痛 轟轟烈烈 對 轟轟烈烈 而且累到翻掉了一場選舉 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夠停下腳步 來稍微休息一下 可是如果整個形勢真的比很強 如果韓國瑜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她決定她要選 我覺得嘉芬姐 我的見解就跟一樣 對 孟凱一樣 就是我覺得嘉芬姐會全力支持 我相信韓兵也會全力支持 不是我這個韓兵 是那個韓兵 然後第三個 我必須要提醒國民黨 這些大佬的東西就是 根據昨天友台的一個民調顯示 就是韓國瑜當然無可否認 是不管什麼組合裡頭都是最高 不管是1對1還是 撒卡都都是最高的 可是如果這個人選換成藍軍 另外一位戰將朱立倫的話 其實他也是有贏的機會沒有錯 可是他平均都 不管在哪一個組合 他要比韓國瑜都少10% 那這10%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之前我很多朋友 從以前跟我講到現在 就是包括陳薇文那種人 如果沒有韓國瑜 他不會去投票 所以國民黨自己要去思考 這件事情 也許對藍軍有很多其他戰將 也許都很強 可是你就要冒這個風險 就是少掉10%的危險 而且這10%要少掉什麼東西 你知不知道 不只是少在總統這個地方 可能連立委你要跟你一起少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所以每一區的立委 大家都是直接對抗 萬百萬的這樣對抗 那我請教一下 你如果有哪一區的立委 不管藍的綠的幹將 我少掉18之後 我有辦法贏對手 有幾個幹將這種話 所以如果你不推一個 真正最強的戰將出來的話 你那個潰敗 不是只是單單總統輸掉而已 你可能立委會跟上次一樣淒慘 所以你要考慮到這個問題 那我相信藍軍的這些大佬 都是在政壇打滾數十年 每一個人的這個腦袋 應該都比我更清楚 對選戰的經驗比我更豐富 那我覺得這10%是 絕對不可以忽視的關鍵10% 你們自己要去想清楚 所以一少可能相差就是10% 或是來回就是到 將近有20%兩成這麼多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 會讓不管是當事人 或者是被拱出來的人 心裡頭的念頭會稍稍的轉向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今天晚上在澳門這邊 韓國瑜剛剛講 他說我出去幫忙拚經濟 跟誰吃飯 我覺得都可以吧 大家都出來交朋友 晚上在澳門這邊有個餐會 據說是宴請總理級的 來看看現場 是的 記者現在所在的是澳門的新主院 這裡是大陸中聯辦在澳門的一個招待所 平常並不是接待外人的 這裡就是接待一些來訪問澳門的國家級領導人 包括總書記級的習近平 以及過去的胡錦濤 江澤民等都來到澳門的時候都是住在這裡 還有總理級的李柯強或是前總理溫家寶等等 都有住過這裡 那這裡有多家的餐廳 這裡的餐廳 廚師都是大陸知名的廚師 然後派到澳門這裡來的 所以他們煮出來的都是屬於國宴等級的料理 那還有這裡用的那個餐具 我過去來採訪的時候也曾經在這裡用餐 那我們發現這裡的餐具都是有大陸的國徽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大陸國宴級的餐具 那講到這裡也許你可能會是想知道 這個新竹苑在澳門的哪裡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你看出去有點像澳門的一個舊區 那其實這個位置是澳門的主教山附近 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西望陽 那這個區域比較特別之處 其實它是一個澳門的老區 但是其實它有不少澳門重要的一些建築 像現在可以看到的這個就是 是葡萄牙領事的官邸 這裡過去也是一家著名的澳門的飯店 現在是葡萄牙領事的官邸 那再往前走的話 就會是澳門特首的官邸 現在也稱為禮賓府 那所以這個區域的管制 其實看起來你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一般來講 只要我們走進這個區域 其實都會有蠻多的 包括警方或者是各單位的監視器 其實都在注意在街道上的各種情況 所以在這個區域 其實是一個在澳門 可以類似台灣的博愛特區 先把現場交換給台北主播 好 我們的警華哥是非常資深的 港澳記者 所以他就知道 港澳通 對 港澳通 新竹苑這個地方不一樣 除了今天馬路全部是綠燈之外 晚上吃飯的地方是 國家級人物才可以進得去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次韓國瑜說 他這次出訪的時候是客水主便 我們知道主人在接待的時候 他也不是說隨便去 整個層級什麼都很講究 我們看到現在主人擺出來的層級 剛才講的綠燈 再來說晚上吃飯的這個地方 是總理級國家領導人的 吃飯的層級 我們新疆洪偉姐了這個 好像韓國瑜自己沒有鬆口 但是做主人的 好像都把客人的等級看得很高了 其實這次韓國瑜訪問 香港跟澳門看起來這個規格 其實已經是相當高 我也看到媒體用這個 所謂的叫做頂規 就是這個規格已經到達最頂了 就是說已經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領導人層級的 一個這樣的規格的待遇 當然這也代表就是 在港澳的部分 對韓國瑜的一個對待 已經不僅僅只是一個地方的縣市 不過我覺得我還是會要講說 因為民進黨一些 不管從陸委會 或者一些民進黨的立委 他們還是會繼續的去丟 韓國瑜的這個紅帽子 那麼尤其我要特別講就是說 知道我們到現在看到香港澳門 事實上他現在的整個的 簽約的成績 他的訂單把貨賣出去 事實上都非常非常驚人的 可是你會發現 包含我們的農委會 包含民進黨的這些立委 已經是跨黨 跨他們派系的立委 只要韓國瑜在外面去充訂單 去把貨賣出去 他們一定就不停的丟紅帽子 或不停的唱衰高雄 包含過去之前 當韓國瑜去新加坡的時候 農委會就要酸他說 這個是舊有的這個通路 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個是以前的通路 或者是陳廷飛 立法委員大家記不記得 也是跟農委會 一搭一唱 說這是舊有的通路 沒什麼了不起 或者是劉士芳高雄的立委 竟然說這個都是統戰的訂單 這個完全不理解 請問你身為高雄的民意代表 當你看到高雄市長 高雄市政府把農產品 魚產品賣出去 把花卉賣出去 把給我們的高雄的醫療觀光 請問你們到底還有什麼樣的意見 他們意見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事實上 他一邊拼命的在做 但是對不起 我們的政府 還有民進黨立委 一直在扯後腿 好那另外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剛才有特別提到 有關於 就今天大家看到 國民黨到底會不會 徵召韓國瑜 或者會被徵召韓國瑜 進入初選的事情 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徵召有兩種 其實我提出來的徵召 當時大家的理解 就是徵召其實就是 直接徵召你參選總統 直接徵召你參選總統 但是因為顧及到 我們現在有一些候選人相繼的表態 而且因為國民黨的中常會 已經通過了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辦法 我想特別澄清一點 那麼有些人說 這個初選辦法一變再變 我必須要講沒有一變再變 只有一個初選辦法在一次 就是在中常會裡面一次通過 之前大家的討論 比如說現在大家討論了很多 沒有在中常會通過 他都沒有說他一變再變 所以第一個 考慮到其他候選人的一個 他們的想法 或者他們覺得要公平等等之類 還有因為已經中常會通過了 一個總統候選人 提名辦法的一個初選辦法 所以這個徵召有點變形 這個徵召變形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初選的啟動的時候 來徵召韓國瑜來參加初選 所以徵召有兩種 一種徵召就是直接的徵召 不要初選了 或者現在看到整個狀況 或者初選以後的徵召 只要你在全代會 正式提名之前也可以徵召 現在比較起向於所謂的 這個在初選的時候徵召 可是顯然現在這兩種徵召 好像還是有 在國民黨內部有很多的旗艦 或者有很多的雜音 看起來也有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很奇怪 這對候選人不公平 沒有這種方式 要參選到底 一大堆 那麼如果這兩種徵召 都不可行的時候 那叫做什麼 沒有徵召了 那就沒有徵召 沒有徵召之後 現在大家聽到一種聲音 韓國瑜你自己去領表 對不對 你要參加初選 大家要公平 對其他的人要公平 你自己去登記參選 大家來一場公平的競爭 可是問題是 韓國已經告訴你了 他說我不會去領表 我不會去領表 那至於大家就是說 有所謂的帶領表 那帶領表因為 真正的候選人 他沒有正式的簽名的話 這個事實上是不算數 如果候選人說你帶領表什麼 比如說近平要選 近平不選 近平不選 我幫他帶領表 說近平要選 可是沒有你的授權 最後還是不算數 好 那是麻煩了 既徵召 兩種徵召 事實有兩種 徵召有兩種 你從都不要 最後沒有徵召 韓國瑜又不出來領表 那其結果呢 現在已經決定要參選的人 開開心心的來初選 那可是問題 廣大的民意 比如說我剛剛講 我這個 現在發動連署 其實我們知道 還有其他的民意代表 發動連署 可能我旁邊兩位 可能我不曉得 要由他們去 他們來宣布 那可能 在基層的聲音 陸陸續續 大家希望韓國瑜 出來選的時候 突然你徵召也不要了 然後初選也沒有韓國瑜了 大家想像一下 會是一個什麼狀況 會是一個什麼狀況 4月我們公告 然後5月啟動 最後呢 通通都沒有韓國瑜 大家開始初選 大家的狀況可能是 你今天國民黨是怎樣 你不要派出最強的人嗎 你沒有聽到 那個人民的聲音嗎 你沒有聽到基層的聲音 大家開開心心的去選吧 選到最後 就如同我呼應一下 剛才韓濱的說法 其實在之前我也特別提到 因為你這場選舉 不是只有選總統 還有區立委 還有政黨票 政黨票決定的 不分區立委的席次 當我們這一些基層 或者希望看到 國民黨推出最強的人 現在拱韓國瑜出來的人 大家心灰意冷 我直接說 這個就是我們 真的有一些我們金城民帶的焦慮 如果你看到 到時候5月份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想請問 就是不但有可能影響 我們的總統的最後的選舉 到了明年1月11號 到底誰稱王我不知道了 因為那是一個沒有韓國瑜的選舉的時候 到底誰稱王 有些人也不在乎誰稱王了 我火大了 我也不想投票了 你們國民黨每次都這樣 這樣那樣 然後立委也不投票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也許有的人講說 王輝你太嚴重了 你可能自己太擔心了 你不要發神經病 自己有一些幻想症 這個狀況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在今年大家都覺得 我們非常有機會重返執政 這個重返執政不是為了國民黨 大家也知道 事實上這是我們必須回應 現在這麼廣大基層的選民的 他們對國民黨的希望 就像韓國瑜說 台灣要安全 如果我們今天跑出來的是一個 不管是真台獨假台獨 什麼搞出來台獨變台獨 反正就是搞這些東西 讓台灣可能走向一個 推向一個戰爭的邊緣 或者不安全的一個狀態 然後現在經濟繼續的搞得烏七八糟 我再提醒一下 蔡英文現在人在海外 他還去摔韓國瑜 韓國瑜現在一直在拚訂單 大家都知道現在高雄各項的 不管觀光也好 或者是農產品也好 他的指數都是這樣往上走的 而且是可能倍數 就是這樣往上升的 對不起 蔡英文總統 你身為總統 你有看到嗎 我們這個月份的外銷訂單 已經連四黑 連續四個月往下衰退 而且衰退的幅度越來越大 現在已經達到10% 達到兩位數 我們現在真的有拚經濟嗎 我們真的有在拚我們的就業嗎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國民黨在討論 好像感覺是國民黨的加入事 但是它會影響整個2020的 一個總統大選的結局的話 我真的我還是誠摯的呼籲 我們很多從黨中央 拜託我們的候選人 包含韓國瑜 包含加芬姐 雖然加芬姐可能讓她冷靜 你講說她有沒有動心我不知道 但是大局為重 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擔心 王宏偉擔心的狀況 我們在5月份 6月份看到的話 那到底會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沒有韓國瑜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剛剛看到我們的 宏偉議員講的 真的情緒很激動 基層也都很焦慮 基層也都很這樣 海外我們要來看到這個現場了 我們主播佑正 現在人是在澳門 他說就連走到澳門 有很多人叫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我把時間交給佑正 可以嗎 現在 你現在開直播就看到了 等一下 可以了嗎 可以講話了是不是 我們現在在哪裡 在新豪影會 剛剛韓市長已經去了銀河 銀河娛樂城 對 要講娛樂城 對 要講娛樂城 看來這個市長 是可能有點意猶未盡 因為他對這種娛樂事業 應該是相當相當的 有興趣 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場這麼多人 轉一圈 轉一圈 你們都是來看市長對不對 對 是嗎 是嗎 來看一看是不是 你們都是嗎 對 也是來看韓市長的 對 那從哪邊來 這是澳門人嗎 珠海人 台灣人的珠海人 所以你今天特別從珠海跑來這裡 韓市長 對 那剛剛有看到走進去嗎 沒有 沒關係 等一下就走出來了 來 商人有摩天輪 韓市長要來參觀摩天輪 他會去參觀摩天輪嗎 對啊 要做愛情摩天輪 來這邊取經 那你等一下跟他講一下 你等一下跟他講一下 對不對 怎麼有一陣騷動 是有來了嗎 還沒啦 沒有啦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然後我們在現場 還有很多這個年輕的朋友 大家也是來等韓國瑜市長 來先來看這一位 大家有沒有覺得他長得像誰 像誰 周子瑜 小周子瑜 有 有 有 這個是你的 未婚妻 未婚妻 哇塞 幸福了 來 那我們就問一下這個 漂亮的小周子瑜好了 因為是韓國瑜的粉絲 沒錯 我媽媽是他的粉絲 台灣人 韓國瑜 然後你到這邊是來 我來 特地支持韓國瑜的 所以你們是 跟著他來的 對 他們一起的 你們是不是一起的 對 跟著韓國瑜 跟著韓國瑜到這邊來 那你是 我是澳門人 剛好男朋友是澳門人 你根本是來看男朋友 順便看市長的吧 我們一起 也順便 順便 韓粉 我們都是韓粉 那我就來問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韓國瑜 這麼吸引 你知道我們是台灣人不準嗎 我看他很好 我看到很多新聞在台灣 他真的很幫高雄 真的這個 我看到 你覺得很欣賠 對 他覺得他很有作為 他覺得他很有作為 真的是一個為人民的好市長 就是希望他可以 對 每天都在評估 敏感的問題好了 你們會不會覺得他 這個 身勢不錯 也可以為人民做事 應該要做更多的職務 或者往上再高一點 來身為高雄市民 對 你們是高雄市民 對 高雄 這也是高雄特別來追星的 對不對 對 很掙扎 真的喔 很掙扎 這是我的真心話 為什麼很掙扎 因為他愛他了 很擔心他身體會受不了 對 他如果做高雄市長 也是會受不了 照他這個拼法 做高雄市長也是受不了 沒錯 不過不管他有什麼決定 我們都支持他 對 對 支持他的決定 對 就算我 我是高雄人 我是台北人 但是我也是支持他 當然我也是 你支持什麼 就不關你的事 好啦 這個市長 市長是不是要下來 還是怎麼樣 市長不來了 不來了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了解一下 新的狀況 隨時在幫大家差不多掌握 因為這邊有非常多的韓粉 在等市長 不來太可惜了 希望可以看到市長 好… 他是不是要走了 他是不是走了 我不知道 很遺憾 我們等一下來問一下好了 來 先把時間進行回給棚內 好 師父 你有沒有看到剛剛阿姨的焦慮感 是 奈布蘭沒看到 他從珠海來的 很生氣 特地跑來說 怎麼沒有來 可以看得出來 韓粉對於他是有種期待 沒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焦慮 阿正2020看不到怎麼辦 那現在怎麼辦 但是我們還好現場 有個撤字大師 剛剛 剛剛 賓哥剛剛撤了一個余字 現在 現在還繼續撤 對 還有一個字 我們現在出來了 其實我幫大家撤這個德字 為什麼要撤這個字 因為我們都知道 賴清德現在出來 好像要跟蔡英文爭 到底誰能夠代表民進黨 可是我老實說 可能會讓很多萊茵的支持者 有點失望 我認為他們兩個很快就會統合在一起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以德這個字來看的話 他旁邊是個赤步 就是雙人這個赤步 然後上面是一個左步 然後中間是一個四 1234的四 然後下面是個一 再一個心 這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 赤這個步手 其實他在古文的原意 他是小步慢慢走的意思 然後上面這個左 最早是模擬那個古代的戰車 左邊的這一塊 所以他就是左 那左在古代有兩種意思 一個就是他的原意 輔佐 就是輔佐你的主帥的意思 然後另外一個是違背 因為古人認為說 你往左邊的時候 是不聽領導的 所以是違背 他同時有兩種意思 那四當然沒有解釋 四就是四的意思 然後一心就是兩個在一起 那這什麼意思 就表示賴清德他現在 一路這樣慢慢走過來 雖然中間會有很多風波 他有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輔佐蔡英文的 後來又違背了蔡英文 因為2016的時候 本來他就已經想跳出來選 後來他決定輔佐他 現在他雖然違背了他的意思 他自己要跳出來 可是他發覺情況不對 所以到了四月的時候 不好意思 兩個人還會設一條心 那個是四月的意思 對 所以是蔡賴沛會成局 對 所以我覺得蔡賴沛 到最後還是會成局 你剩十幾天就可以驗證了 對啊 其實很快 當然這是我的一個猜測 另外網友最近很好玩 因為最近流行測試 所以 繼續測 蔡賴沛之後 最近是蔡英文 會來當總統的候選人 然後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想知道 就是藍營的焦慮在於說 人家已經五人小組出來 要喬了 你們國民黨呢 民進黨喬好了怎麼辦 你剛剛講本是四月 對 我跟你講 因為有網友為了反制 因為剛剛那個韓國瑜 那個魚字說韓國瑜 會當上總統 所以有人說蔡英文才會當上總統 為什麼 因為他說蔡字上頭兩個 這個草布 看起來像1月11 所以已經命中是1月11了 然後他下面這個四 下面那個蔡下面這個四很好玩 四不是上面一個二嗎 對 然後下面是一個往上的箭頭 表示二月 沒有 表示他會連上兩次 所以會連任而已 然後秧呢 那個草字樓那個音 下面是不是一個秧 秧是表示會到中央去 所以他會到總統府去 然後這個文字 我覺得他解釋最扯 因為文明明是這樣子 一點 然後一橫 然後再這樣的一個字 結果他居然說這是又 表示又來一次的意思 但是我必須破解大家 告訴大家 這個人 其實我覺得這位網友 書唸得不夠多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拿這個四 來做解釋的話 四這個啟示錄這個四 四你有沒有知道 上面是個二沒有錯 你下面把它連看的話 是不是個不 第二次不行 第二次你就完了 然後秧字呢 對 秧有你知道 中間的意思 中天的意思 其實秧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大家比較少見 一半 夜未秧其實是一半的意思 秧其實有一半的意思 所以中道封處 他到一半就完了 就這麼簡單 然後文呢 不好意思 那絕對不是又的意思 文是代表 他為什麼會到中間一半就完蛋 就是因為他文青 一直要搞文青體 所以因為這樣才害的 我以為是直接打叉叉 告訴你沒辦法了 所以當然這個是一個趣味 那真正還是要看 未來局勢如何的發展 敬明哥到底要加入到什麼程度 才有辦法這樣名字全部拿來拆解 當然剛剛聽謝亞密大哥講 他們的姓名學後 說文解字 或者是怎麼去解釋 蔡英文 賴清德 以及韓國瑜的一些文字 這都是一些突顯出文字的奧妙 各自的支持者 你可以去各自解讀 然後看是不是自己支持的人 有這個希望 但是之前在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也有台灣的命理師提到說 看韓國瑜他的這個明年 今年是朱年 明年的這個是鼠年 他有命理師提到說 韓國瑜的鼠年運勢 是貴人運家犧牲奉獻 我覺得還沒走到明年 我覺得犧牲奉獻 似乎是韓國瑜的阿信苦行生性格 他從選前到當選之後 他就一直在走 拚生拚死 拚生拚死 所以也難怪這兩天我看到 我也注意到說 有新聞媒體去採訪 剛好拍到 在基隆有一個 防水油漆工程行的老闆 他竟然就掛出了一個 很大的布條在他的店外面 就說韓國瑜破例站出來 支持你選總統 然後還呼籲高雄市民們 就放棄韓國瑜 讓他把他捐到中央 這種感覺就是我覺得 叫做什麼 名氣可用 明星可用 因為韓國瑜其實你要叫一個人 要不要選舉 就是主要家庭 家庭OK了之後 你看現在明星希望他往上爬 我覺得這就是韓國瑜 最後會考量的 關鍵的幾個部分原因之一 好 明星跟時韻 有的時候大家是合在一起看的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畫面的右手邊看到了是 韓國瑜已經回到飯店 來看一下最新現場 對啊 接下來看一下 那不是內部的設計 設計 是室內的那個 室內的設計 好 來看到是 他們先回到了 今天晚上的這個酒店 他們說今天呢 其實也是看了 其他酒店的一些設計 因為都是知道嘛 我們這一邊最厲害 就是觀光產業 對 所以他們要好好來了解一下 人家怎麼做 怎麼打造出一個 比較是國際級的場域 而且這個稍事休息一下 其實稍晚一點 剛剛我們提到的 新竹苑就是今天晚上 準備要來接待 韓國瑜夫婦的地方 這是一個過往是 接待總理級的貴賓的地方 那晚一點 我們也會有相關訊息 不過我們回來講到說 剛剛講到這個民進黨 其實他四月份 可能很快就可以敲出來 韓國瑜也講說 這個妖怪般的癒合的能力 可以 我們要請問惠 國民黨到底突到什麼時候 人家做七月拳戴會嗎 其實我覺得七月拳戴會 也不會太晚 這一點我跟仁俊有不同的意見 為什麼 你的人選最後確定出來 當然要確定一個最強的人 最強的人確定出來以後 他晚一點點出來 我覺得國民黨是這樣子 先把主要政策定調 也就是說未來 不管是哪一位 哪一位黨內同志 通過初選的機制出來 你先把政策定調 你都是國民黨裡面 基本的政策 應該不會是差距太遠 當然可能有小細節的差距 你越晚出來一個什麼好處 越晚出來的好處 當然大家可能第一個很焦慮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民進黨在攻擊的時候 他打的是空拳 請問你打誰 我現在人選還沒定 你要打誰 所以他攻擊就只能一直往後沿 然後或許他七月以前 就一直能 只能往假想敵的身上 就是他一直對韓國瑜出拳 可是他一直對韓國瑜出拳的結果 韓國瑜又不是好惹的角色 你越打他 他蹦得越高 會不會到後面 反而是你民進黨助長了 最後定於韓國瑜這個 最強的人選出現 我要跟大家講 大家如果看過 倚天屠龍記的話 就看過一個角色叫做 滅絕師太 這個滅絕師太 他本來擁有這個倚天劍 倚天一出誰與爭鋒 可是因為他邪惡歹毒 私心自用 最後他失去了保健 這個就很像民進黨 在2016年的時候大獲全勝 手裡拿著倚天劍 國會行政全部都他一個人 都一個黨包辦 可是他私心自用 所有的想法 只以殲滅國民黨 為最高指導原則 因為他認為只要殲滅了國民黨 不管我國內施政做的再差 你沒有選擇了 因為國民黨被打趴到地上了 所以他是施政荒腔走板 民怨四起 又不知悔改 所以我講的滅絕師太是誰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了 我要講的是 但是 但是這還是一場神鬼交鋒 為什麼我說神鬼交鋒 因為第一個他有行政資源 第二個他有很多選舉的Output 你看他們兩個 我雖然不會測字 但是我回一下高台寒冰講的 這兩個人必定合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在大力之所趨之下 已經把肉桶政治發揮到極點了 他們都知道 要把肉桶緊緊的枯住 才有好多位置可以分 人家說賴清德 為什麼出來你知道 因為有兩個肥區 包括中游的 還有台肥的 本來都是他底下的人馬 結果這次全部都要換掉 換掉不是陳菊的陳經德 就是換成蘇貞昌的人馬 所以他會氣之下 好 你們欺負我是不是 現在二阿哥也表態要支持蔡英文了 所以你就把我的人馬全部幹掉 他也有這樣子出來結果 因為未來很可能就是 鄭文燦出現了 因為鄭文燦有位置 你沒有位置了 所以為了爭這些位置 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吞下去的 這個不用測字就知道了 民進黨向來是這樣 團結起來用狼性打下天下以後 最後我們大家再來肉桶紛飛 你分到多少 我分到多少 那是內部鬥爭的事 國民黨就比較不一樣了 國民黨這個 溫良公解讓嗎 我覺得也不完全是溫良公解讓 國民黨是我現在黨內 打個你死我活 然後等到同志倒個七零八落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力量 去一致對外 所以這個國民黨的黨性 如果再不能夠團結 再在這一次還是私心自用 覺得說我一定要爭到底 爭破頭 爭破頭以後 我覺得整個黨的命運 會跟台灣的命運一樣 讓人覺得非常的悲觀 所以其實大家現在都在講 到底2020誰有可能會跳出來 剛剛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連澳門 海外都很多人 在等著韓國瑜說 有沒有可能可以出來選總統 或許這一次回來之後 會不會有更明朗的態勢呢